在风烟滚滚的三国时期 究竟是哪位东吴贤贵 建造了这座墓丧 一件件珍贵的器物 能否为我们揭开 墓主人的身份之名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东吴名将丁凤墓第二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9年6月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与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的专家们 在南京市古楼区500村 进行考古勘探 在地层下发现了一个大型地下人工建筑 更让专家们惊讶的是 这个大型地下人工建筑 竟与清代地图上神秘举行的位置重合 而进一步地勘探判则表明 这里竟然是一个古代墓葬群 专家们由此推测 墓主人很可能是东晋时期的皇帝 晋墓帝 在对墓葬的实地考古发掘中 根据墓砖的特征 专家们初步判断 这个墓葬群的年代是六朝早期 之后的考古发掘 让这座墓葬的四边炫禁式穹龙顶结构 呈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前 至此他们得出进一步结论 推断这里应当是六朝时期的 三国东吴时代的贵族墓葬 墓葬的年代最终确认 但是墓主人的身份却依然成名 更多的信息还需要进一步地 考古发现来证实 2020年10月9日 晴在五百村工地 我们对M3墓葬 展开清理工作 遗憾的是 M3墓葬也曾被严重盗葬 数米宽的盗洞 横跟在墓葬的前世之上 触目惊心 在被严重盗葬的M3墓葬中 考古队员们仍然十分细心地 清理着墓葬内的淤泥 他们绝不能遗漏M3中的任何遗存 突然 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个破损的淘气 这件陶泥出土的时候破碎比较严重 碎了大概有十几个部分 从出土情况看 我们并没有 刚开始并没有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骑马蛹 因为它的蛹身啊 蛹头还有马都是分离的 在文物修复者的手中 这一件陶泥借助石膏 重新恢复了生机 为我们展示了完整的造型 骑马蛹为一男子 骑着一匹骏马 男子长耳 圆胖脸 身材矮小肥硕 由于保存的并不完好 身体缺失了一条手臂 而另一臂前身 似乎正在抓握某件物品 只是物品也已经遗失 陶泥身体虽然略有残缺 但是依旧可见表面上残存的一层幼色 这是一组幼桃旗马蛹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幼色 有部分的发白和脱落现象 所谓幼桃呢 就是说它还是桃气 它的烧造温度达不到磁气 只是在桃的表面 湿了一层幼色 这样可以降低它的吸水性 使它更加坚固 专家们推测 这件骑马蛹 很可能是一个骑兵的形象 男子的臂膀 似乎在抓握某件物品 这件物品 很可能便是某件兵器 而骑兵蛹在中国古代十分常见 除去著名的秦始皇兵马蛹外 在陕西西安草场坡 十六国墓葬中 也曾出土过 经过细微的对比 他们发现 在M3木出土的骑马蛹 与草场坡十六国墓葬的骑兵蛹 在很多方面 有着明显的差异 草场坡十六国墓葬的骑兵蛹 拥有繁复的马铠 而M3出土的骑马蛹 却并非如此 从马身上也可以看出来 马身上有装饰的阴落 但并没有披着站甲 如果M3出土的骑马蛹 不是骑兵 那又会是什么身份呢 为什么马匹身上 会有装饰的阴落 陶永的手臂又在抓握着什么东西 这个问题让专家们陷入了疑惑 专家们想到了1949年 在朝鲜黄海北道安月 发现的一座壁画墓 墓主人名为东寿 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史池杰 兼平东江军府仪校尉 也是一方探手 在他的墓室内保存了大量精美壁画 其中就有描绘墓主人出行的宏大规模壁画 及东寿出行图 其中有一支完整的骑马乐队 这支乐队的形象 与M3出土的人蛹极为相似 在M3墓葬中发现的这个骑马俑 是一个骑马乐队的乐手吗 在我国目前的考古发现中 骑马乐队基本上都是出现在壁画中 极少会发现陶永的食物 2020年10月16日 晴 我们对M3的前世进行了清理 考古队员们惊喜地发现 在M3的层层淤泥下 居然隐藏着多件陶永 而这些陶永都保存着完好的细节 经过简单清理后 专家们发现 在M3墓葬中 共出土了16件精美的陶永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件陶永的手中持有的是一面骨 而这件陶永的手中则持有一只牌销 由此M3墓桃永的谜团终于被解开 这竟是一支三国时候的骑马乐队 骑马鼓吹这种遗藏形式 在全国发现的并不多 而且多以壁画的形式呈现 南京更是首次发现 比较罕见 也就是说 早在三国时期 中国很可能就已经出现了军乐队 在禁书《乐志》中 专家们查到了一段记载 这一段记载清晰地表明 早在汉代 音乐演奏就已经在军队中出现 或者说这支骑马乐队就是一支军乐队 这是一件手持长条形物品的骑马俑 专家们推测 长条形物品很可能是一面旗帜的旗杆 胯下的马造型线条非常粗广 马背上的棕毛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件鼓吹涌 头戴着一顶圆形小官 两手笼于嘴前 握着一件牌箫 正在吹奏 乐手目视前方 似乎正随着乐队 在人群中穿梭表演 在骑马乐队中当然少不了鼓手 这件鼓吹涌 两手笼于胸前 一手指着一柄小锤 一手指着一面手骨 正在激情地敲打手骨 同为打击乐手 这件鼓吹涌手持的 却不是手骨 而是一件另类的打击乐器 它下身穿着一条小口裤 这种款式 或许能方便它发力敲击 专家们发现 这对陶勇的形象 似乎显得有些特别 在当时 他们被称为胡人 智祖勇的胡人形象 是可以直接从勇上看出来的 勇的眼睛非常大且深 鼻子很塌 嘴巴很大 并且在嘴的周围 有一圈落腮弧 这样就可以明显地看出 它是一个胡人形象 那么地处江南的东吴墓葬中 为何会出现胡人的形象呢 专家们认为 这些胡人并非是战争的俘虏 而是通过自由的迁徙 来到了东吴 可见 在三国时期 即使是地处东南的吴谷 也能与西北地区 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文保处的专家们 对这些损坏的鼓吹涌 展开了耐心的修复工作 他们发现 这些骑马鼓吹桃涌 竟然是空心的 在中国考古史上 很多大型桃涌的身体渠步 都是空心的 秦始皇兵马俑 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桃涌的头 躯干和臂部是空心的 只有腿和脚是实心的 桃涌制成空心 一方面易烧造 且不易烧裂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桃涌的成品率 桃涌空心烧制的做法 一般只用于大型桃涌 但M3出土的鼓吹涌 却属于中小型桃涌 而这类桃涌被制成空心 在考古上并不多见 至于其原因 则需要未来更多的研究来发现 专家们在对16件桃涌 进行整理恢复时 对其中一件桃涌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这一具桃涌 头戴圆形小关 两臂接断 但是专家们注意到 在它的左侧高桥安下 有一个三角形结构 专家们经过反复确认 断定这件三角形状的结构 是古人使用的马凳形象 这让专家们大为震惊 他们意识到 这个发现将改变人们 对马凳历史的认知 它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 发现的最早的马凳形象 这个关于马凳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的热点 我们现在 我们都知道骑马 你在马上游着马凳 你能够更好地教育这笔马 你可以同时 可以把你的双手解放出来 做更多的动作 在马尾上 比如说打仗或者其他的什么 都可以 这个马凳的应该说 这个重要的发明 马凳是军事史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 在马凳出现之前 骑士的双腿横跨于马鞍两旁 双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撑 因此 骑士往往需要经过 十分漫长和艰苦的训练 才能学会骑马技术 马凳的出现 则让骑士更容易在鞍上坐稳 也更容易控制马匹 从而能够解放双手 在马上做出各种动作 1955年 在湖南长沙西径 永宁二年墓葬中 曾经出土了当时 最早的马凳形象 引起了极大的轰度 这件陶涌 也因此被保存在了国家博物馆 而考古队在南京五百村 发现的马凳形象 年代属于三国时期 明确早于西境 也就是说 专家们在M3墓葬中 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马凳形象 那么考古发现里面 最早的是目前看到的 是永宁二年 永宁二年 长沙发现了一种墓葬里 它发现了马凳形象 在南京这个区域 有东京的时候 王室教授墓地 出现过马凳形象 我们发现了这一件 那么在年代上来说 可能是最早的一件 但是这一件马凳 与后世的马凳不同 马匹只有左面一侧有凳 并且凳格很短 只有人腿部的一半长 乘马者的脚也并没有踏在凳里 左侧这个可能是便于上这匹战马的一个设施 它并不能在骑行中 说更好的驾驭制品 可能还更多的类似于一个 上马石 上马凳的这么一个 一个作用在里头 所以我们称为 一般的称为单边凳 让专家们感到疑惑的是 在这16件鼓吹泳中 却只有一件陶涌 拥有马凳 这件唯一有马凳的陶涌 是这个军乐队的领队吗 或者他拥有某个特殊的身份吗 从现有的考古成果看 这个问题很难有明确的答案 马凳的出现是一场革命 而就此次考古发现来看 中国在三国时期就出现了马凳 领先了西方世界数百年 考古队在兴奋惊喜的同时 也愈发好奇 这个三国时期的家族目的的主人 究竟是谁 到底怎样的身份 才能拥有如此丰富 且独特的陪葬品呢 起码鼓吹这种乐队的形式 是古代的皇帝 对皇亲国戚 或者是有功的大臣的一种赏赐 他一定中央反映了 一个人的功勋的大小 和官籍的高地 专家们认为 既然墓葬中出现了军乐队 墓主人又是显贵阶层 那么这个墓葬的主人 极有可能是一位武将 这个说法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但考古是个十分严谨的工作 墓主人的身份到底如何 专家们还需要切实有力的证据 这一天 考古队员们正在耐心地清理 M3墓葬前室的淤泥 突然 他们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 考古队员在M3墓葬的前室东侧 靠近侧室的位置 在淤泥中发现了一块贬长的木砖 这一块木砖一经发现 便很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考古队员们小心地清理掉 这块木砖的土锈 惊讶地发现 在木砖上竟然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 它的烧造温度比较低 再加上它在木葬中埋藏的时间较久 就会形成一定的土锈 这时候我们将它取出来 就要进行一定的处理 首先将它阴干去除表面的肤土 再用刷子和竹签对它进行清理 这样子就能够显现出来了 经过仔细辨认 木砖上的文字被成功解读 太原原年八月念七日 两月几日 大汝庐江安风离飞 经于墨府山下立种宅 从天买地从地买宅 雇钱三百 原来这一块木砖上记载的 竟是一份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人神契约 而这一块刻有契约的木砖 则被称为买地券 这一块买地券的购买方为安风离飞 售出方为天地和土婆 安风离飞花费三百钱 买下了这块土地和墓穴 这张契约即是这块土地及墓穴的使用凭证 它是参照这个人世间的这个土地文文契约而来的 不同的是它是和鬼神之间的签订的一种合约形式 专家们注意到 契约的时间为太原元年 在中国历史上 年号定为太原的共有两次 一次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孙权时期 一次是东晋孝武帝司马耀时期 既然这个墓葬群断代为三国时期 那么这块买地券上的太原元年 应是三国时期的公元二五一年 有趣的是 在这份契约上 还预留了发生争议的解决办法 从天买地 从地买宅 若有争地 当义天地 若有争宅 当义土博 通俗道来讲就是说 墓主从天地之处合法地 取得了土地的使用权 建了阴宅 如果周围的阴宅的主人 有所争议 那么应该去找天地土博 去诉讼商量 不应该找墓主 这张三国时期的人神契约 让专家们十分惊奇 那么为什么在墓葬中 出现买地券呢 买地券最早出现在东汉中期左右 它带有非常浓重的道教色彩 是一种人和神灵之间的契约 它代表了墓主人 对这块墓地的一个合法 合理的拥有权 也就是说 买地券上记载的买家 就是墓主人 那么这一块土地的买家 安丰离非到底是谁呢 从资料来看 墓主人似乎是一名 来自卢江安丰的女性 但是女性为什么会拥有一对 古吹涌作为陪葬 难道她是一个女将军吗 原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 有女将军吗 三国演义中 曾记载过一位女性将军 这就是祝荣夫人 她有勇有谋 武艺高强 曾与孟霍一起 抵抗诸葛亮的蜀军 在诸葛亮欺情欺纵 孟霍之后 随孟霍归顺蜀汉 但这仅仅是猜想 何况三国演义只是小说 作家的创作成分极大 无法以此为基础 来做严肃的推测 但随后的考古发掘中 考古队有了更加重要的发现 彻底解开了心中的种种疑惑 他们在对M3墓葬 主务室的清理中 竟然接连又发现了四块买地券 这四块地券和第一块地券 是堆叠在一起的 除在第一块地券的下方 然后这四块当中 有一块和之前发现的那块 是相同的 另外三块则不一样 在M3墓葬中 居然存在着两种 共计五块的买地券 这让专家们十分震惊 而更让他们兴奋的是 三块买地券上 记载了同一个 大名鼎鼎的三国人物 东吴大将丁凤 建衡三年8月16日 两月几日 大南史池杰 左军师 右大司马 徐周牧 左护军 吴南右部都督 大将军 安丰侯 卢江安丰丁凤 经于莫府山里 种宅葬 从天买地 从地买宅 雇钱三百万 从专地券上记载的时间 建衡三年 牧主的官职 大将军 安丰侯 以及牧主的 籍贯 卢将安丰 加上牧主本人的姓名 丁凤 我们就 完全可以认为 这就是三国时期的 东吴的著名大将 丁凤 丁凤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将 他骁勇善战 足智多谋 因为军功 多次获得着身 卫达三公 从三国志对丁凤的记载 我们可知道 丁凤是一个 有勇有谋的人 他一生统兵于 北方曹威政权 征战 维护着 吴氏的三分天下 所以陈寿对他的评价是 江表之虎臣 到了孙武末期 丁凤官封大将军 可谓全清朝野 位己人臣 丁凤曾追随东吴 周瑜 鲁肃 吕蒙 陆逊 等四任大都督 参加过多次大战 涌贯全军 战功卓著 我们在三国演义中 也可以寻找到 丁凤的形象 著名的雪中粪短兵 就是丁凤一生中 最光辉的一战 这里是安徽省寒山县 公元252年10月 成孙权刚刚去世 魏国派司马昭 领军十五万进攻五国 其大军便驻扎于此 丁凤则亲自率领三千人 在这里发起了 对魏军的进攻 此意 丁凤命令士卒 在雪地中脱下铠甲 手持短兵快速突进 一举击溃魏军 东兴之战的胜利 凑败了魏国 借吴主心丧灭吴的计划 丁凤也因此 获封灭寇将军独相后 从此逐渐走上了 吴国的政治舞台 据三国志丁凤传中记载 此战之后 丁凤快速崛起 升任右大司马 左军师 当时他在东吴 已经成为仅次于皇帝的二号人物 丁凤的一生 李孙权 孙亮 孙修 孙昊 四位东吴君主 一生身先士卒 月马将长 刀光剑影中 见证了吴国的兴衰 地圈上记载了两位 牧主人的身份 一位是安丰侯 卢江安丰丁凤 另外一位是 卢江安丰黎妃 由此我们可以判定 这是一对夫妻合葬墓 埋葬的是丁凤和他的夫人 丁凤身份的确定 让许多谜团都成功予以解开 古吹涌的确为武将的陪葬品 只是这个武将 并非是安丰黎妃 而是他的丈夫丁凤 丁凤下葬于建恒三年 也就是公元271年 比夫人晚了20年 从出土的美丽宣 我们可以对这个墓葬的年代 做一些简要的分析 这个公元251年 就是太原元年 丁凤夫人去世后 开始营造墓室 然后夫人入葬 到了271年 就是建恒三年 丁凤去世后 然后与他夫人合葬 有意思的是 丁凤买地券 所标明的购买费用 为300万 而其夫人安丰离非的 则为300 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 即便是夫妻 其身份地位之差距 由此仍可见其一般 这里的300和300万 都是一个虚指 而不是一个实在的数字 并不是说墓主人向某一方 交纳了这么多的钱 而是一种人和神灵之间的契约 表达了墓主人对这块墓地的 所有权而已 随着墓主人的身份终于被揭开 考古领域里最早的马凳形象 也最终确定了年代 可以说 最迟在公元271年 中国已经出现了单边马凳 领先西方国家长达数百年 M3的考古工作大体完成 专家们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墓葬形制的测量与绘图工作 如此重大的发现 让专家们颇为惊讶 但是一个疑问 也在专家们心中逐渐涌现 专家们认为 M3墓葬的墓主人 是贵为东吴三宫的丁凤及其夫人 但是M3的砖室全长只有8.2米 宽度只有3.2米 另有长3.2米 宽2.1米的测试 墓葬的整体规格 与东吴三宫的地位并不吻合 不仅如此 丁凤无疑是家族中地位身份最高的人 但在整个家族墓葬群中 M3的墓葬的规模 甚至小于M4与M5 这位位位高权重的名将 与他的夫人 为何下葬于如此狭小的墓葬 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 不为人知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